忍无可忍,韦氏豪不留情七字说大实话,亚洲杯出局,两大罪人被揪出 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小九 亚洲杯中国男族终究是没有能够创造出奇迹 特别被人耻笑的,还是卡塔尔用足了心思放水,也没能让国族如愿出现 甚至连进球都没有一例,实在是让人无语到其至了 同时这成绩也让中国男族创造来参加亚洲杯以来最差的成绩记录 此前的12次经历当中,我们最好的成绩是两次亚军 最差的也只有三次是没有进入亚洲杯淘汰赛 而如今我们连一个进球都难以交出来,实在是耻辱 赛后韦氏豪那也是忍无可忍,不留情,七字说出大实话 韦氏豪表示我们踢得太臭了,还说大家都在进步,每个国家都在进步 可能我们还在原地踏步,这个也没办法 可惜的是国族只有一个韦氏豪 然而输球了,我们还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的 我们的国族亚洲杯出局,两大罪人也被揪出 第一个就是主教练杨克维奇 放着艾克森等人不带,放着小谢不带 杨克维奇是带了四个门将 而在整个亚洲杯他就用了一个 被球迷怒批的第二人是王上元 没有速度拿不住球,没有传球 防守看球不看人 王上元的表现也让名速徐亮都看不下去 大家认为国族怎么样才能有所进步呢? 欢迎评论去留言,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